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的红毯逆袭之路,从村妹到一字兼女神,她付出了很多 看这篇讹景,直角尖,就问一句,羡慕不羡慕 反正小巴是真的酸了 其实在前不久,网友们就发现杨子变美了很多 不是因为精修图才美,而是因为整个人的气质都不同了 在几年前的国具盛典红毯上,杨子身着小马薄纱裙 贴近肤色,腰部还有半透明设计 可正因为如此,给人一种腰部有坠肉的错觉,不甚完美 其实杨子以前也曾说过自己不敢走红毯 因为觉得自己走红毯的时候超丑 大概是因为长期在外貌和身材上遭受外界的负面评价 才导致她这样评价自己吧 大家都知道,其实娱乐圈很现实 只有实力没有流量,在很多人看来是没有价值的 而没有价值就只能被替换掉 瘦身变成了横在所有女明星头上的利剑 杨子自身的演技自不必说 瘦身方面也是下了苦工 首先是她十分注重饮食 在一次节目中透露自己支持那些水煮青菜水果 实在太饿的话就大量喝水 对于一个吃货来说,这绝对是折磨 瘦了以后,杨子的衣品也渐渐好了起来 不再穿一些奇怪又显缺点的衣服 而是选择适合自己的气质的衣服 正所谓人靠衣装马靠鞍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之前都是服装师在背锅 现在服装师估计要扬眉吐气了 想起之前杨子曾说过有爱的人 有自己的梦想 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就是很美好的事 小巴觉得 现在的杨子做到了自己所说的 拍戏就是她喜欢的事 活得美美的就是她想要的样子 不过相信喜欢杨子的人会觉得 不管杨子是胖还是瘦 只要她开心就好 希望杨子能越来越好 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